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香煎袋子 像这样一颗一颗的袋子呢 一般我们都拿来做前菜 简单美味 首先呢 我们要一颗一颗清洗 这个边缘上 有的时候会粘上白砂 你肉眼是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要用手摸 一颗一颗像这样洗干净呢 我们就简单调料 我们放少许料酒去腥 再一丁点盐入味即可 我们吃它的原味 然后呢用手这样轻轻按摩几下 那如果你有宽余的时间 我们就让它静止个一两个小时 然后再煎 开火前呢 我们先用厨房纸 把它的水分吸干一点 尽量吸干 但是不要太大力 用巧劲 开火 锅先烧烫 那煎袋子呢 和煎牛排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最好用这种铁制的厚底锅 很重的它能聚热 锅热后 加少许平时炒菜的油 能抹到整个锅底就行 不用太多 用手 用手试试温 呼呼热了 有点冒热气的感觉了 袋子就排入 可以稍微挤一点 因为待会儿它会缩 它会缩一点水 不要动它 盖上盖子 是袋子的大小 一两分钟后 我们开盖 翻身 再盖上盖子 我们要另外的一两分钟 接下来这一步 我们打开盖子 让它缩水 让水分收干 我们加入黄油 黄油切成小片 翻开 一点一点撒入 撒上黑胡椒 翻匀两面 就可以起锅了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